再来要关心的是内政部今天公布数据 台湾的女性人口比男性还要多出了946人 这真的是百年来头一遭 今天会估计到了2060年 每100名女性只会对应93.1名男性 过去重男轻女加上公民政府牵台 导致男性人口是远多于女性 回到近年来随着老兵凋零 加上以往国外的男性较多 而移入台湾的女性外籍配偶也多 才让性格比例翻转 而在五都之中除了台南市 其他都是女多于男 台北市的男女比例是相差最多 女性比男性还要多出了10万人口 而男性人口最多的县市是连江县 这可真是堪称野门最多的县市